大家好,我是三喵这邪猫持狗上岗了 可能熟悉我的朋友知道 我这之前是这个教托福的 这听说读写,四门全教 所以不断的有人在跟我说 三喵三喵,你教教我这托福吧 尤其是这托福这作文口语啊 怎么着都想不出来理由来 那其实咱们就随便聊聊 刚好前两天啊 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这么一个题目 他说这个老师啊 有一个题目叫不同兴趣 不同人格的人能不能作口单 我先事先声明啊 因为这个看咱们这个节目的 应该都是这个中文华语用 所以我全程我都把我讲的这些英文翻译成中文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啊 对,然后这个他说这个不同兴趣 不同人格的人能不能作口 这是一篇托福的这个作文题目嘛 然后他说他想的这个理由 他说这个不同兴趣 不同的人格的人能够让我工作很好 能够让我这个在事业上取得进步 我怎么觉得隐约不对呢 然后跟他聊了大概十几分钟 我就说啊 这个其实我之前讲过一个话题 就是托福作文很多的题目啊 他其实他考察的这种东西 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如果您在国外 可能您多多少少是考过托福的 为什么很多时候您会觉得这种托福的作文 跟口语这种题目 您达不到点上了 因为很简单 您没看到这个主要的矛盾点在什么地方 这里再问的是能否做朋友 也就是说您这么做啊 您去找一个不同兴趣 不同人格的人 对于这段友情的建立和维持 他到底好不好 而不是对你好不好 对不对 那我也觉得 我当时跟那个姑娘说 我也可以说我要找土豪做朋友呢 对不对 当然对我好咯 对不对 我也谁不愿意抱个大腿呢 可是这个样子 对于友情的建立和维持 有帮助吗 对不对 友情它一定是自然产生的 你不可能跟所有的人做朋友 总有一些人你看着不顺 你想想不顺眼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姑娘就若有所思 哦 好像懂了 所以我说 这个题目 你仔细想想 我们来回答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对于友情的建立和维持 什么因素是重要的 你比如互相尊重吧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种有效的沟通吧 当然有效的沟通 我可能会需要共同的话题 等等 你再比如说这种互相原谅 然后互相帮助 你再比如说信用等等 你把这些列出来 这是对于友情来说 它的一些基本的要预 那是不是你看 所有跟友情相关的题目 你都可以往这里面去找理由 然后可能这个学校 就是老师你好厉害 你找的这个东西 简直太高效了 然后这个东西太管用了 其实我听这话挺悲哀的 我后来为什么离开这个教育行 因为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说他边只会教各种各样的考试技巧 其实我在跟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种话题 它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友情观 你的友情观是什么样的 你得知道 然后你明确知道这种友情观了以后 那你在面对这种友情的话题的时候 你都可以不用想15秒钟 就能够迅速而准确的想出靠谱的理由出来 对不对 那不同兴趣 不同人格的人能不能做朋友 那互相沟通就很难呀 兴趣和人格不一样的话 我找什么话题跟你聊呢 我说城门楼子 你说肩膀头子 这是袁老师的话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朋友之间总有点摩擦 总有点矛盾 对不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人格不太一样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下 很难做到彼此原谅 那这种情况下 友情一旦有新的小船 一旦遇到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他可能就翻掉了 我说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对吧 那类似这样的一些友情 这样的一些题 所以总会有人跟我说 三秒三秒你教我托福吧 这有没有什么这种 通过考试的零赞 其实不是这样 通过这个题目 你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它是一门语言考试 但是仅以这个作文和口语而论 它更多的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三观 你有一个比较健全的价值观 人生观 这种东西的话 你去在面对这种话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你的秀场 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哗啦哗啦 全给写了 当你没有这些的时候 你去面对这些话题的时候 你当然就觉得吃别了 那比这个更难一点 对 在对于中国孩子来讲 很多这种话题 政府是否应该给垃圾食品提高税收 类似这样的政府之类的话题 很多中国学生都是非常非常吃别的 政府应该干什么 没人教过他们 好吧 那只能是我在扣尔辅导班上告诉他们 我说请大家记住 政府作为这个一个社会的组织 它是一分钱的利润都无法创造的 那么它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它理应为纳税人去负责 政府应该做一些别人不想干 干不了又非常必要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 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 有的同学就要么听不懂 有的同学要么就 我好像要举报 还好还好 没有人把我给举报了 对 那因为反正你来我这边来学的话 你肯定是有求于我 你这个托付考试 如果你没有想到这种靠谱的理由 那你只能去编什么 交朋友啊 环保啊 这种理由 对不对 可是你仔细想想 对吧 你政府是否该给垃圾食品提高税收 这个话题它的核心问题在于什么 你政府的职能是什么 你怎么看这个政府这么做 是不是有违政府的职能 其实从历史上讲啊 当然这些话题 我可能对有些孩子会抢的 从历史上讲 政府他如果很多时候 他想干一些出于好心的事情 到最后往往就事与愿违了 你比如说吧 这个当年的禁酒令 对不对 我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就是希望那个提高美国民众的道德水平啊 是吧 清教徒们很乐意看到禁酒 我就是希望男人们不再打女人了 结果弄成什么样了呢 对不对 所以政府的好心是未必会干好事的 而且我会让那些孩子们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垃圾食品 大家脱口而出啊 那个burger king啊 McDonalds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油炸食品 我说好 你去看一看啊 在国外 这些食品卖的啊 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廉价的 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低收入人群 他们必不可少的一些东西 你给垃圾食品提高税收之后 这些食品 他终究 那我们知道这个店家终究是要涨价的吗 他要维持自己一定的利润才能活下去 他终究要把这些这个食品涨价 那消费者来承担 而消费了很多的这种人 那就是低收入群体啊 对吧 我在伦敦的时候 那个burger king 那个waterloo 那个station 那边 那个burger king边上 就是有一些流浪汉 拿着纸板 打一个家 就靠着这个来过活 你去看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流浪猫Bob 那个电影里面 对不对 那个流浪汉一开始 他也是想去那个地方去 两英 两英镑五十 二点五英镑 我想买点东西 不行 我兜里只二点三五英镑了 买点垃圾食品 就 没有钱 怎么办 我跟你唱首歌吧 不行不行 你给我滚 就这样子 你看到没有 垃圾食品是这些人群的一个最后的保障了 你把这种提高税收 你可以认为是处理好 但是对这些人 其实是伤害 一个正常的社会 那应该去照顾到这种低收入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然后有的学生 甚至我之前参加托付教研会的时候 有个老师会说 三喵 你讲的这些东西太高深了 学生未必能听得懂 好 我想说 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公民 该具备的常识吗 如果你连这些常识都不具备的话 活该你被一些野心家给忽悠 那就是德行匹配了 对不对 所以说政府给垃圾食品提高税收 这个东西 对吧 我不是说他该不该有税收 万物皆有税吗 那你该不该提高税收 那这个东西至少你从反对的意见来讲 你是可以去立直气壮的说出很多东西来的 那这就是 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啊 就是您这个托付的作文跟口语 或者雅词的作文跟口语 您如果写不出来 说不出来的话 除了英文的问题 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孩子 英文还OK 但是很多情况上就是 您对于这些东西的认知几乎就是空白 你不具备一个基本的正常社会的正常公民的基本认知 那在这种情况 您用英语说法的一些东西 只能是一些所多玛世界里面的只言片语 那不给你低分才怪呢 对吧 我觉得讲这么多应该讲的够清楚 所以说这个有的同之前的同事劝我说这个三喵 你不要给学生讲这么多东西 他们也不会听 可是我不讲这些 我给他们讲什么呢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的学生英文水平比我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们缺的恰恰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之前有学生考过十次次 我为什么考不过去 对吧 这些东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还是想用我刚才提到的所多玛世界里面的只言片语 去写一些看似合理的东西去过这个考试 但是我想说如果这样的话 不好意思 您连这样的考试都过不了 对吧 这个只是大概说一说 我讲自文的一些只言片语 以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寻记 把我过去的那些自文课给理出一个系列的课来 但是就算有理出一个系列的课 我也不想把它做的太硬式 肯定也就是说这种话题 它其实背后 其实上的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想到的一些理直气壮的理由可能是什么 在实际世界当中 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从逻辑上 怎么把自己的观点给发展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理直气壮的用逻辑 articulate言语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连我这种学渣都还算有一点能力 所以我觉得像您这种精英们学霸们 更应该有这种能力吧 行 我们今儿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